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寒天城 这里的一切对孩子们来说的十分新鲜 即将见到他们崇敬的刘洋姐姐 孩子们兴奋不已 你好 刘洋姐姐好 你好 好漂亮的小姑娘 刘洋姐姐长得也很漂亮 谢谢 谢谢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你好 你好 我也叫刘洋 你好 咱们俩同名同姓呢 是不是 我写了一封信 现在读给你听 好 谢谢 谢谢 还记得八年前来学校报到时 我的班主任老师就说 我的名字特别好记 因为这个名字和我国省卫女航天员 名字的读音一模一样 这封信是小刘洋 用盲文一字一句写下的 他把想对刘洋姐姐说的话都写了下来 去年您在天空空间站工作期间 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要通过新闻了解神舟14号和您的动态 姐姐 您还没来过我们学校吧 我们能不能邀请您在适当的时候来看看我们 请听我们的演出呀 我和小伙伴们期待您的到来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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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帮信送给您 我非常期待啊 期待有一天能到咱们学校去 看看咱们的同学们 看看咱们学习和平常生活的地方 谢谢您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 姐姐一定会好好的把它珍藏起来 谢谢 我知道第一声好响是您吹响的 对 去年在北京冬藏奥会的开幕式上演奏的王太凡 这一次还专门带上了她的乐器 迫不及待地为刘洋姐姐现场演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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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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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非常非常优美的旋律 听到你刚才吹的这些 我仿佛是在太空中透过宇宙 透过悬窗看到我们的祖国 非常美丽 孩子们精心准备了这段乐曲 还送上了亲手制作的可爱礼物 谢谢谢谢姐姐就是属马的 我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这匹昂娘向上的 充满了爱意的马 这是我的照片 希望你们能一直记住我 谢谢谢谢 姐姐会一直一直记住你们 你们一直在姐姐的心里 姐姐也希望你们能够 茁壮快乐幸福的成长 这个姐姐有一些小小的礼物 要送给你们 说到了惊喜礼物 刘阳也为孩子们送上了她亲笔签名的特别礼物 同学们可以摸一下这个姐姐送给你们的小礼物 是一个航天娃娃的小笔筒 来孩子 她的造型就是一个航天员的造型 摸出来了吗宝贝们 来 我们每天还是自己摸一下 太对了 这后面就是我们的背包 看每次出舱的时候 舱外航天服后面都有一个大背包 这个就是大背包 上面是镂空的 所以可以放我们学习用的工具在里面 谢谢姐姐 姐姐会在 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一个迷你的航天人模型 是的 迷你的刘阳姐姐送给你们 第一次见到刘阳姐姐 孩子们有好多心中好奇的问题 刘阳耐心地给孩子们解答 让他们用手触摸用心感受 可以摸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吗 国旗 对 来孩子你摸一下 这国旗真美 和您一样美 谢谢 谢谢 这是我们胸前有一面鲜艳的国旗 这个能摸到吗 上面有两个字 猜一猜这两个字是什么 能看的 而且是两个字 想一想 名字 哎 非常棒 对 这部位就是绣在姐姐胸前的名牌吧 对 太对了 这就是绣在姐姐胸前的名牌 上面这两个字就是姐姐的名字 刘阳 然后再往下 还有一个标志 嗯 还有一个标志 你们摸一摸 这个标志上有两个什么呀 这有点像是国旗上面的五角星 非常棒 非常棒 你们摸一摸 阿姨这上面有几个五角星 嗯 两个 对 两个五角星 代表了阿姨执行过两次航天飞行任务 非常棒 摸得非常好 孩子们 左胳膊上还有一个绣标 是我们载人航天的徽章 哇哦 姐姐得了好多荣誉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再往下 那就是姐姐的大腰带了 哈哈哈哈 这像因为在这里的金牌 哈哈哈哈 像金牌是吗 哈哈 刘阳姐姐 我现在可以带几句话 代表我们同学们 带几句话给姬海棚叔叔吗 当然可以 我想她一定非常期待 姬海棚叔叔您好呀 我是来自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 六年级的吴浩宇 嗯 听说您已四次飞天了 我们洋发馆乐团能演奏好多好多曲子呢 如《在灿烂的阳光下》 《深淡淡开花红叶宴》等等 我们还参加了2022年北京冬草会的开幕式呢 我们的演出让全世界都看得到 可是 这些音乐要是能上太空给您听听 那该多好 哈哈哈 谢谢 谢谢 还有希望空间下能够越修越大 嗯 然后希望我们今后我们乐团也能上去在太空演出 哈哈哈 全一周的人都听得见 哈哈哈 啊 我觉得你这个理想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的空间站现在已经是三舱两船的构型了 但它还是具备了拓展的功能 嗯 它一定会越变越大的 而且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 小朋友们 你们好好学习 好好锻炼身体 相信有一天呢 我们乐团演奏的歌声啊 乐曲声啊 也会响彻整个宇宙的 能让全国的人民 全世界的人都能听到我们演奏的曲目 好的 最后祝金爱鹏叔叔和另外两位航天员叔叔们工作顺利 谢谢你 我一定 我一定把同学们的这个心愿 给现在正在执行任务的三位航天员叔叔带到 好的 好吗 好 谢谢乐团姐姐 航天员叔叔阿姨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孩子们来之前最好奇的问题 柳洋亲自带孩子们去参观了空间站模拟舱 解答他们的疑惑 看和那个鼻头像不像 像不像大背包 这个包啊和衣服是一体的 这个包里面有氧气瓶 有各种各样的设备 所以整个衣服加上这个背包有120公斤 哇 孩子这个是舱内压力服 这个衣服呢 刚才你们摸的这个特别重说的好大呀 这件衣服 是在太空出舱时候穿的 这个是起飞 他们是不是一直都带着这个 这是氧气头盔吗 这个是头盔 嗯 是的 这个来 慢点啊 展现怎么样 可以拉一下 往下拉 哎 好 哇 这应该是那个防太阳光的 对 特别棒 防太阳光的 孩子们对在太空里吃的食物也格外感兴趣 哦 这个是粥袋 太空上能吃辣的吗 当然可以啊 我们有辣椒酱 有甜辣酱 海鲜酱 番茄酱 各种各样的调味品 非常丰富 因为我们呢 刚才大家同学们都摸到了 我们的食品的种类也很多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太空上吃的还不错呢 哈哈哈 我们直接在太空上野餐了 直接在太空上野餐了 哇 哇 四位小朋友还手拉手 亲自丈量了一下空间站模拟舱的大小 哦 哦 感觉 四个小朋友啊 感觉应该有 有 有 有吃饭你的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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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 分别前 刘洋为洋帆馆乐团的所有盲筒 送上了寄语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姐姐的心特别特别的柔软 像被什么东西给撞了一下 但是和你们交谈接触了之后呢 我特别的骄傲 也特别的自豪 我看 特别的开心 看到你们现在这种自信快乐开朗的样子 听到了刚才 刘洋小妹妹给我写的那封信 了解了现在同学们的生活 我真的为你们感到骄傲 也感到自豪 也感到特别的欣慰 我想告诉你们 还有在校的同学们的是 我们的世界非常非常的美好 但我们感受这个世界呢 不是用眼睛 而是用心灵 只要我们打开心灵的窗户 我们一样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五彩斑斓 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丽 爱与温柔 我们能到达最远的距离呢 其实不是我们的脚步走道的 而是用我们的信念 用我们的理想 用我们的努力 用我们的坚持去到达的 只要我们拥有了这些 我们一样可以扬帆远航 到达理想和遥远的彼岸 好吗 祝愿同学们都能够梦想成真 快乐幸福地成长 谢谢 谢谢同学们 谢谢同学们 我们比个胜利的手势好吗 好 一二三 耶 胜利 谢谢 嗯 centered 词